突然想到了深厚的事 写几句话给儿子 其实火葬最干净 只是我们这里没有 不要开追悼会 这里没有一个人懂得我的一生 不要请道士 他们唱得实在不好听 放三天吧 我等一个人 很远 三天过后没来就算了 有的人永远都是错过 棺材里不用装那么多衣服 土里应该感觉不到人间的夜亮了 忘记说碑的事了 弄一个最简单的和尚碑 台北的人辛苦 可以多给些工钱 背上刻个木之名 刻什么呢 我想一想 就刻个痛字吧 这一声我一直忍着 没有说出来 早的时候 叫石匠师父亲一点 清明时候 事情不多 就来做一做 这里的风都冷 不用烧纸钱 不用挂青 我没有能力保佑你 一切考自己 一切考自己 说说家事 说说那盆兰花开了没有 说说最近看了什么书 交了女朋友没有 不要提往事 我没有忘记 你看石碑上的那个字 刻得那么深 不要提果实 我早已料到 你看看 石碑上的那个字 刻得那么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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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